Hello大家好,今天讲一部咸鱼吐血不对 咸鱼热血大翻身的励志电影 作为史上最年轻综合格斗世界冠军 郑道贤在他们20岁生日这天 再次赢得了WFF重量级比赛冠军的头衔 本嘎两小时前到家的他因为庆功宴完了 妈妈和妹妹打着去催他快点回来 说已经做好了晚饭等他 只是他不知道那竟是他们最后一次通话 时间一晃两年 但因为干杀害自己母亲和妹妹的三名全武装强盗肉博 防卫过当导致三人全部死亡 从而被判了刑 类似的事情也同样发生在主角车语律身上 小宇是个普通的高中学生 在班上算不得上齐也 领多是个守规矩的乖小孩 这一年本是他冲刺高考的一年 只是他再次遇上了那个让他整个初中三年饱受折磨的人 他从小就练拳击 去年还拿下了世界冠军 这位重量级人物毫无预警的转学去了小宇的班上 表面上他是替老师和学校争光的荣誉者 但老师们都不知道他是个极度危险的人 对于小宇来说更是恶魔一样的存在 是他永久挥之不去的阴影 然而这在施暴者看来 有种迷之快感 时隔多年未见 裴希燦热情地跟小宇打着招呼 同桌还不知道新同学的危险 想要去帮小宇 天真的以为他不会对女生动手 而上前制止的小宇更是激怒了他 最后被毫不留情的一脚重击 踢在他脑袋上 不知是受够了那三年的凌辱和霸凌 还是一时被打蒙本能的自保 小宇不自觉拿起手边的笔 像是握住最后一根稻草 试图刺破裴希燦给他过去造成的阴影 可裴希燦断定小宇没胆伤他 不断地挑衅让他动手 甚至直接把他的手举到自己眼前 自信地松开了手 裴希燦的狂妄让他失去了右眼 而小宇被法院裁定 蓄意使用凶器对受害人造成永久性伤害 以杀人未遂的罪名被派入狱 说到这儿 故事才真正的开始 运送入狱的车上 小宇遇见了给他三颗痣的人 就是前面开头那个杀掉三个强盗的 拳击手冠军郑道贤 作为前任世界冠军 他的事件可算是轰动全国 都知道他是一个能徒手打死人的男人 自然没有人敢跟他坐在一起 也因为这样 小宇和郑道贤有了一面之缘 新人初来乍到 不了解一下金云风云大哥 绝对会死无葬身之地 第一位 大哥中的大哥 辈分最高 是修理组组长郑大哥 柔道国家代表队出身 乍看身形就知道能压死人 排名第二 木公组组长李恒肉 看他满身狠肉 就知道被抡一拳有多疼 脾气还出了名的差 最后一位 高点组组长韩老三 别看他个子矮 他的巴西梯 分分钟让你看见星辰大海 当然这三位加起来都打 归一个正道险 所而言之 自觉打不过前三位的 最好做个透明人 静如处子 可惜刚听完监狱风云的小宇 就被韩老三选中加入他的球队 上来一招致敌命中球门 正所谓天降大任于私人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先凶 救我 结果可想而知 李恒肉一拳倒地 小宇算是捡回了一条命 只是从那以后 李恒肉算是盯上了小宇 这天 小宇的另一个仇家 裴西灿也找上了门 他告诉小宇自己全没法打了 血也不上了 他会好好地等着他出来 那时候才是真正的开始 进完西灿后 小宇深刻地知道 他们两人终究要面对面 结束掉这场恩怨 他不会放过他的 加上这边被李恒肉盯上 想要在牢里平安无事 是不可能了 于是小宇下定决心不再逃避 去拜托郑道贤叫他拳击 他想要变得跟他一样强大 只为了让自己能过得平凡一点 刚开始贤哥以为小宇只是说手而已 于是故意刁难他 让他40分钟内跑完100圈 能做到才教他 可是看见小宇跑吐了 依然爬起来接着跑 直到体力不知倒下 他知道他是认真的 隔天贤哥就和预长申请 让小宇调房 搬进他的房间 正式成为了小宇的教练 刚开始小宇只能做到21个服卧成 32个卧起 连一个引体向上都做不了 贤哥投向怀疑的目光 很疑惑他那天怎么跑下来的100圈 于是他要求小宇在这基础上 往后每天增加一个 一天天的小宇肉眼可见的进步 身上的肌肉越来越坚挺 与此同时 裴希灿意外被黑帮老大看中加入了组织 凭借他的身手 轻松解决了另一个社团的老大 成为了组织最得力的助手 而另一边 因为小宇整天和贤哥待在一起 李恒肉一直没找到机会 于是他从小宇的朋友下手 威胁小宇过去见他 虽然小宇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对付李恒肉 但这是他第一次选择正面迎机 不再逃避 但他面对迎面而来的拳头 身体本能的快速做出了反应 只可惜练习了短短不足一年的时间 他的力道和速度都跟不上他的技巧 特别是面对李恒肉这种蹲位的对手 如果不能击中要害 就会被反攻 就在李恒肉误以为小宇再无反击能力的时候 小宇再次站了起来 虽然在他看来 不过是垂死挣扎 自寻死路 但谁说自寻死路 不能绝地反击 小宇抱着宁为一岁的决心 撞向李恒肉 他成功了 他成功成为了他想成为的人 一晃眼这一年就结束了 郑道贤因为满23岁 要转去成人监狱 离开前 贤哥和小宇小小对战了一把 虽然只训练了一年 但小宇算是出师了 远远超出了贤哥的预期 即便是天才型选手都耐不住的训练 小宇却都挺过来了 这大概就是他的特别之处吧 坚韧不拔 永不放弃 明走前 贤哥告诉小宇 鲨鱼因为没有渔镖 只要不游动 就会沉下去死掉 所以从出生到死亡 他都要一刻不停的游动 小宇也一样 只有坚持不懈 才能像鲨鱼那样强大 就这样贤哥走了 小宇回到了原来的房间 刚好在调房的路上 碰见了韩老三 自从那天 小宇打败了李恒肉 韩老三一直想找他单挑 他让人支开预警的空档 跟小宇约 五天后在仓库后面见 而裴希散这天 从手下那天 打听了小宇 打败李恒肉的事迹后 实在很好奇小宇 现在变成什么样 然而面对小宇 不再畏惧的眼神 裴希散很气愤 他知道小宇 不再像以前那样 任由他摆布 他失去了 从前在他面前 居高临下的腐蚀感 这样让裴希散无法忍受 所以他告诉小宇 不要忘了自己是谁 会面结束后 小宇如约来到约价地点 韩老三属于 腿上功夫比较厉害 正是小宇的薄弱相 在这实战经验太少 自然又被打得很惨 但小宇的能力一直都不是以打得厉害取胜 而是一点一点消耗对方的体力 当双方都筋疲力尽的时候 他还能站起来继续奋战 只要对方自以为胜券再握而松懈 他就能找到机会一招制敌 小宇又赢了 因为这次事件 小宇和韩老三被拉去关禁闭 可能是关太久 韩老三连烟都戒了 而小宇关禁闭期间 依然没日没夜地练习 身体变得越发强壮 从禁闭式出来 小宇和三个老大成为了好朋友 排名第一的正大哥 可能因为是柔道国家队出身 一直不太喜欢打架 正统习武之人一般以和为贵 至于韩老三和李恒肉 他们都输给了小宇 所以只好遵守约定不带打架 只是闲来无事的时候 给小宇上上课 了解了解什么是巴西梯 而正道贤大概从小宇那体会到 当教练的乐趣 在成人监狱 他又收了一位徒弟 给他枯燥无味的监狱生活 带来了些许危机 这天小宇出狱了 本以为会是个暗无天日 每天担惊受怕的监狱生活 殊不知这里却是个 让他成长 改变他一生的地方 离开这里 他会面对更多残忍艰难的时刻 而他第一个要面对的 就是那个给他少年时期 带来不少伤害的裴西灿 不过他已经不再是 小宇难以面对的恶魔 小宇的坚持和不放弃 成功抹去了裴西灿给他的阴影 裴西灿不再居高临下 小宇不再懦弱无力 他们俩的恩怨了结了 只要勇敢面对 一切似乎并没有想象中 这么困难和复杂 而这一切 在黑暗中的那点星光 是郑道贤为小宇点亮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